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洛 來來來,那麼趕緊開始吧,GOGOGO 好的,我們今天其實來玩一個新的GBA版本 叫做Pokemon Landless Version 也就是無名 那麼全新的人物,全新的世界觀 而至於劇情方面,他到底講了一些什麼玩意兒 這個我也不曉得,但是沒有關係 這裡就一如既往的讓我來生仙世主的給大家演示一下 好,我們這邊進來 欸,結果他完全沒有開場介紹 我只不過點了一個A鍵就直接進來遊戲了 而首當其衝引入眼簾的是一個揮法的小蘿莉 好像是叫做克羅雅 哎呀,我睡過頭了 等等媽媽不在,他跑去哪裡? 我應該要去找他 隨後我們彈出了房間 看來我們好像在某一艘船上 這個小兵說早安,克羅雅 你是在找阿爾特納將軍嗎? 他應該在甲板上 哦,看來這個版本,人物名稱方面 感覺還挺饒舌的 然後其他的房間是進不去的 那走吧,我們先到甲板上去 眼前的這一位應該是我們的媽媽 早安啊,媽媽也說嗨,我的乖女兒啊 哎呦媽媽,你好像在想事情 你在想什麼?啊不,沒什麼 女兒啊,不用擔心我,我很好 媽媽你在想我們的家嗎?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回家 對不起啊,女兒,真的很對不起 我們現在不能回家 為什麼,為什麼不能回去呢? 我們的家鄉發生什麼事情? 女兒啊,你不需要知道發生什麼 你只需要知道,我一定會保護好你 記住,只要我們在一起,哪裡都是我們的家 所以呢,現在我們要去賽恩地區 哈?賽恩地區? 難道說在那個地方,我們就可以有家了 但願如此,畢竟你爸爸也在那裡啊 我不得不承認,他是我們最後的希望 哎,就在此時地板震動了一下 發生什麼事情?一看就知道是反派 並且囂張地表示你就是阿爾特納吧 我們來這個地方就是為了讓你 還有你的女兒永遠閉嘴 準備好受死了嗎? 媽媽驚訝地表示你們是黑公 這應該是這個版本反派組織 就穿著一身白衣服叫黑公的是幹什麼? 哼,我猜一定是瓦羅帝國的新王僱用你們 現在是來殺我的對吧? 你們的僱主有沒有告訴你 我可是瓦羅帝國的將軍 所以你們又能把我怎麼樣呢? 克羅亞不要害怕,我會保護你 就讓我來對付這些壞蛋 準備好面對我的媽廢物們 那可不好說,因為我們可不想冒險輸給你啊 結果就在這個時候 直接地板上冒出一個陷阱 然後我的媽媽就掉到海裡了 天啊,不,怎麼會這樣子呢? 而此時兩位黑公子逼近我們的說 嘿嘿,對不起啦小妹妹 我們可沒有打算讓你看到你母親死掉的 但是我們別無選擇 你知道的,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可不能有私心啊 好了好了,現在就輪到你了小妹妹 你不用擔心,我們會很紳士的 絕對不會讓你死得很痛苦 啊,不要靠近我,不要 為什麼這個畫面我在自行腦補的時候 會有一種很想笑的感覺 完蛋了,兩個大佬 出面對一個小蘿莉 看來是有點絕望啊 結果我們主角見識不妙 直接也跳海了 那些黑公子的說 好吧,看來用不著我們動手了 這一切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簡單嘛 那麼下一步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來吧,炸掉這艘船 我們要確保沒有人知道剛剛發生什麼事 OK,Let's do it 那些反派也太壞了吧 那麼順應著劇情 我們的小蘿莉 好像是被衝到了海灘上面 旁邊有一個人 哦,你終於醒了,你還好嗎? 我,我沒事 等等,我在哪裡? 你是誰? 我叫佳文 這三安訊息機構的一名特工 我的同事和我說 有一艘船被黑公襲擊 我們在這裡尋找幸存者 看來你也是啊,小女孩 你叫什麼名字? 我,我叫做克羅雅 這個名字其實還蠻不好記的 媽,總之我和我的媽媽在船上 我們想要去找在這個地區的爸爸 但是那些黑公出現 襲擊了我和我媽 然後我就 哎呀,好了好了 你是一個勇敢的女孩 克羅雅 不用擔心,你現在安全了 我的同事會保護你的 走到一旁 哦,還有直升機耶 前方的人員表示 佳文啊,你又找到一個幸存者了 Good job 嗯,謝謝你啊,父親 那麼這位女孩是克羅雅嗎? 他和他的母親一起來 而他爸也在這個地區 或許我們可以找到 哦,還不錯啊 感覺遇到了一票好人 OK,了解了 我叫做蓋倫,小女孩 我是賽恩軍隊的士兵 這個發現你的年輕人是我的兒子 為了幫他完成他的任務 我知道我不應該在這裡 但佳文還是一個新手 他需要我教他怎麼戰鬥 然後這些人則是他的同事 旁邊的紅髮跟藍髮的男子 紅髮的叫維爾提斯 是這個小隊的隊長 藍髮的叫布魯斯 你需要破壞什麼東西的時候就告訴我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可以輕鬆的舉起一隻大鹽蛇 哦,行了行了,老兄 Doo,別再說了 這小女孩才不想聽這些呢 我只是想要給他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而已 你的名字就夠深刻了 對了,你的衣服怎麼那麼濕 發生了什麼事 哎呀,就在我等你的時候 我掉進海裡了嘛 我的通訊器也搞丟了 哎呀,你這是個麻煩製造者啊 布魯斯 好了好了,差不多了,蓋倫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怎麼拯救剩下來的倖存者 我們必須待在一起 確保能夠幫彼此的忙 嗯,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們要怎麼保護克羅亞呢? 當然呢,他不能和我們待在一起 所以小女孩,你就和我們的直升機一起待到 直到我們回來 蛤,你認真的嗎?這個地方可不安全了 我知道,但是我們現在沒有別的選擇 總之克羅亞,這隻精靈你拿著 我想他會保護你 好的,謝謝你先生 我們得到了一隻鋼太快了,沒看到 然後家文也說了 我們很快就會回來了哦,克羅亞 不用擔心 我們到時候會幫你找你的父親 好好好,該走了,再見再見 照這樣看來,剛剛那座船爆炸的時候啊 其他的乘客應該也是有漂流到這座島上 然後他們這個地區的 塞恩訊息機構的特工就來這邊救人了 OK,這邊的劇情還算是蠻好理解 而只是我們的主角克羅亞則說 我不想要待在這裡 但是我現在又什麼都做不了啊 沒有那些人的幫忙 唉,只能等他們了 待會再用直升機離開 咦,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後面有一隻黑公 哈哈,發現你了,小女孩 那你怎麼辦,你是怎麼找到我的 哼,從你被衝上岸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等著 我就知道你還活著 這對我們來說可不太好呢 你看到了我們在做的事情 我一定要抓住你 不,不要過來,不然我會 啊,你會怎麼樣啊 你叫啊,你再怎麼叫 也沒有人聽得到的 哈哈哈哈 啊,不行,不能這樣子 保護我長耳兔 什,什麼,哪泥 然後就直接進入對戰 啊,所有嘎 我們剛剛拿到的初始精靈是長耳兔啊 嗯? 為什麼我的長耳兔是MEGA型態的呢 天啊,我既沒有MEGA手環 也沒有MEGA石 直接開場就送這一隻啊 好,那果斷的格鬥系絕招空手批 課爆你這個普通系的 我再批你一次 然而第二隻效果不怎麼好 那我發其他招式 報恩,還輕鬆幾下解決 黑公子說 該死,你怎麼會打敗我呢 我們左腳小朵立者說 你已經輸了,離我遠一點 可可我,還沒有結束呢 哪泥 電光石火之間 他直接發了一個炸藥 把我們的救援直升機給弄爆炸了 嘿嘿,我設置了炸彈 我這麼做就是為了防止你贏 看樣子我是對的 好了,現在你已經無法離開這座小島 而我的同事會找到你 然後再抓住你 我們很快就會再見面的小女孩 再見了 糟糕了,我需要家文的幫助 我知道很危險 但是我必須找到她 畢竟這個地方不再安全了 我們現在等於是被困在這座小島上面嘛 那我們先去跟剛剛那些正義特工 匯合一下 這裡是走哪裡呢 下方沒有路 完蛋了 我已經看到前面埋伏了一些黑公了 就我身上就一隻長耳兔而已 就Hold得住嗎 不管呢,Hold不住也得衝啊 走走走走 先打再說 嘿嘿,小女孩你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黑公會不惜切代價 把你從這個世界上抹去 天啊,你們是變態是不是 就不能放過這個小蘿莉一馬嗎 這時紋身改的家文哲說 克羅雅 不用擔心 我不會讓他們傷害你的 哦,英雄是嗎 你叫家文啊 年輕的特工 你是不明白的 你要面對的是什麼樣的組織 好了,冷靜一點 克羅雅就像我所說的 我絕對不會讓他們傷害你 就讓我來對付他們 我的長耳兔很強 他足夠可以保護 所以我們一起上 好,我們一人幹一隻 這一次是女黑公 不是黑女公 黑公女 啊,管他的 派出來一個第一株 繼續 我批死你啊的 解決掉之後 哎呀,好吧,沒關係 我們至少會殺了你們 只要你們還困在這座島上 哎呀,克羅雅 我不是告訴你要待在直升機那裡嗎 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直升機已經被炸毀了 對不起,我沒有想到黑公會出現 嗯,真的很抱歉啊 啊,算了算了 不是你的錯 出於某些原因 我認為那些黑公 他應該知道我們會來 總之你先跟著我,克羅雅 我必須確保你的安全 我們不能再待在這裡了 只要你需要幫助 就叫上我 好,OK 謝謝你,家文先生 這個劇情感覺還挺宏大的嘛 難道說他前期是一個荒島求生的概念 旁邊的草叢 可以遇到一些怪 哎呀,糟糕 我的長耳兔感覺快Hold不住了 這個該不會是要打的吧 哦,你也是幸存者 我可以治愈你的精靈 Thank you 太好了 他有類似這個喬伊小姐的設計 來,那我們繼續趕路 至於下方這裡 前方有一個科學家被挾持住了 黑公說你是以太基金會的科學家 我們的指揮官知道你會出現 我建議你現在就乖乖投降吧 為我們工作 我們會有報酬給你的 哎呀,我知道你是誰 你們是黑公的一員 我記得你們這些傢伙對我做了什麼 你們收買了我們的人 然後竊取了我們的type4項目成果 然後呢,你想逞英雄是不是 哈哈,你一隻精靈都沒有放棄吧 你最好加入我們 你這個存貨 否則你就死定了 我們的小蘿莉子大喊stop 不要傷害他 嘿,小女孩離那個人遠一點啊 這些黑公很危險的 呵呵,little girl 我知道了 你是克羅亞是嗎 如果我抓到你的話 指揮官肯定會非常的高興 你辦夠英雄了嗎 小孩 準備好挨揍了 直接上前 不要小看蘿莉的力量好嗎 我拼你個兩下搞死 解決掉之後呢 可惡我輸了 以後我沒臉見我的同事啊 直接羞愧的跑走 科學家則走上前的感謝 哎呀,勇敢的女孩啊 救了我的命 對了,你知道那些黑公是什麼人嗎 他們是為給他們報仇的有錢人工作 幾個月前 他們的間諜從以太基金會偷了很多東西 其中最有價值的一隻 我們叫他type4 我們總共創造了四隻 但四隻全部都拒絕 RKS系統並且暴走 制服之後有三隻戴上的頭盔 這個限制頭盔是用來減弱RKS系統 抵觸效果 並且置於永久低溫狀態下 什麼什麼的 而剩下的唯一一個 在我們給他戴上之前 就被偷走了 他是非常危險的生物 所以我們必須要找到他 這就是為什麼 露莎米奈會長派我來尋找 我確定這些黑公啊 就藏在這個島上的某個地方 哦,他把那一隻給抓走了是不是 但是我現在不能保護好我自己 也許我需要你的幫助啊 小女孩 請你拿著這個 這是一個限制頭盔 如果你發現了 我之前提到的那隻精靈 你就可以用這個讓他冷靜下來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應該是銀半戰獸吧 這畢竟封面都表示的這麼露骨了 哎,總之 當然我不會讓你冒險受傷 所以我要給你一隻精靈 讓你保護好你自己 得到了一隻九九海獅 哇,還算是挺OK的啦 來,緊接著我們打完這個人之後 走上前 露莎,很高興可以看到你 你的精靈好像受傷了 我來治癒他們 好的,謝謝你嘉文先生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 好吧,我發現了那些黑公的秘密基地 我們要前去搜捕他們的指揮官 真的嗎?我能和你一起去嗎? 我想要幫你 哎呀,對不起啊,小女孩 你最好還是待在這裡吧 我的父親正在這個山洞裡等你 他會和你一起確保 其他倖存者的安全 但是我真的很想幫你啊 嘉文先生 我的長耳兔很強 他可以保護我 聽著,孩子 你絕對不能低估你的敵人 我不能讓你冒險 被那些黑公抓住 但是,好了好了 如果你還是不相信 那我必須親自教你 教你如何做一個訓練師 你準備好了嗎? 啊,這個地方莫名其妙的 就該搞起來了 來到對面派出來的是露卡莉哦 Oh my God 這這這這怎麼跟他打 哎,他是沒有攻擊招是不是 那我就直接攻擊就好了 天啊,看穿心眼 他真的完全沒有攻擊招 這一隻是來送金燕的 好,去吧,長耳兔 格鬥系可以克剛系 這一招劈下去就好 頭都沒打 而至於另外一隻水風球 臨別禮物 天啊,直接自殺式攻擊 這給金燕放水放得太嚴重了 打完之後他說 你和我進行了一場艱苦的戰鬥 一點都不苦啊 你還不明白嗎? 我可以命令我的精靈攻擊你 但是我沒有 因為如果我這麼做了你就會輸 那麼現在我必須要走了 你就待在這裡好嗎? 等等啊,嘉文先生 我知道黑工很危險 但是我真的想跟你待在一起 你是愛上他了是不是 求求你 然而並沒有什麼卵用 唉,你真的不知道他們有多危險啊 黑工們可是惡魔 為了完成工作 他們還可以背叛家人 我之前就被他們愚弄了 所以我才了解他們都是怪物 蛤?你被愚弄了 但是怎麼會呢? 唉,那是我的妻子啊 她是一個為黑工工作的人者 我以為決定和我結婚她就改變了 但是,女兒一出生啊 她就背叛了我 她帶著女兒直接離我而去 就這麼消失 就因為她的老闆告訴她要這麼做 她就毫不猶豫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才意識到 這群黑工 比我想像中的更加危險 為了他們的老闆 他們可以傷害任何人 哎呀,好可憐啊 怎麼有一種被NTR的感覺呢 對不起,嘉文先生 不用道歉了 你什麼都沒有做錯 但是不用擔心 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一會兒再見哦 這是那地Flag嗎 唉,你說我不能跟 我就偏要跟 而至於前方這一位 蓋倫 嘉文的爸爸 唉,不用擔心 我來保護你 請和我待在一起吧 我會盡一切的努力 讓那些黑工不會傷害到你 唉,就在此時後方突然閃現出了一個黑衣人 嘿嘿嘿嘿 哎呀,蓋倫先生 有人在你後面啊 你說什麼 啊啊啊啊啊 瞬間就直接被他弄趴了 呵呵 他這個小人物模組 把他弄倒地的樣子還挺好笑的 不,Mr.蓋倫 這個黑衣人不講話 點點點點點 趕緊跑到我們的旁邊 並說輪到你的小女孩 哪泥 這一身黑的傢伙是男是女 是人是鬼 都看不出來啊 直接派出一個67的瑪夏多 這他媽打個屁 瞬間被秒掉了 What the fuck 直接驅逝一隻神獸 沒用的 你死定了 哈哈哈哈 我吵了 嘿嘿 是時候結束這一切了 不要離我遠一點 You fuck off 而這時原本趴在地上的蓋倫 立馬彈了起來 嘿嘿 你真的覺得那樣子就能殺得了我嗎 那哪泥 啊啊啊啊 直接開六級 唉,幹得不錯啊 我必須承認你很優秀 你幾乎是殺了我 但是還不夠呢 我現在弄斷了你的手臂 我不覺得你還有辦法傷害他 好了 給我離克羅亞遠一點 否則的話 這個黑衣人則說你被救了 被那個人 他之前像你一樣優秀 如果不是他 你已經被殺了 不 我殺了他 我沒有選擇 什麼跟什麼啊 你在說誰 告訴我你剛剛殺的人是誰 對不起 我只能這麼做 你必須死 沒有人能夠活著離開這裡 天啊 又直接突然閃現消失 なんだこれ 總之克羅亞你還好嗎 那個人有沒有傷害到你 沒有 幸好有你救了我 謝謝你蓋倫先生 哈哈 沒關係啊 這是我的職責 就跟嘉文說的一樣 你很勇敢小女孩 好了 年輕的戰士 我來幫你治癒你的精靈 那麼我有不好的預感 嘉文和他的同事 可能在危險之中 他們可能有人被殺了 希望不是我的兒子啊 他還那麼的年輕 他不能就這樣留下我一個人 好了 年輕的戰士 看來我們要採取行動 跟我一起來 嗯 我知道 不能低估我們的敵人 我會跟你一起去 可以互相支援 確保不會被偷襲 你需要我幫你的 嘿嘿 你從嘉文那裡學到的 你就跟緊著我 是Mr.蓋倫 哦 我的天啊 這個劇情好長啊 來果斷保存一下 接著趕路 走走走走 從這個山洞走出來 我有這個地方 Where is it 欸 這個是嘉文嗎 嘉文先生 不不可能的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他倒在了血魄之中 此時奄奄一喜的說 父親 哦 我的乖兒子啊 嘉文不要動 我來救你 我一定會救你的 天啊 剛剛那個黑衣人所殺的 居然是他 此時他已經快掛掉了 並說父親沒用的 我已經快不行了 我知道 那個女人 他還想要殺了你 我已經盡全力了 我很高興 幸好你沒事 父親 嘉文不要再多說了 你一定不會有事的 你不能就這樣子死去啊 你堅強一點 你不是說過一個戰士 絕對不能放棄的嗎 對不起父親我失敗了 然後此時畫面黑 估計是直接涼涼了 蓋倫在那邊點點點點點 我們的主角也沉默不語 蓋倫先生 哎 好了 柯羅亞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來安慰我 我很高興 但是你是個好女孩 不用再多說了 真的什麼都不要再說了 我們繼續往前吧 我是一個士兵 士兵只有在一切都結束的時候才能哭啊 我們趕緊走吧 年輕的戰士 我的同事們還需要幫助 天啊 真是不敢相信 救我的人居然死了 但是我不能哭 就算我今天承受了這麼多 士兵只有在一切都結束的時候才能哭嘛 這是蓋倫先生所說的 我不能忘記 我必須得走了 而且我會活下去找到我的爸爸 姐拿這一開場直接領便當 這個家文還蠻可憐的 我們接著往前 打完這個人之後 我的丑丑海獅也升到了17等 字馬里他就可以進化 變成了花樣海獅 這個圖設計得有點cute 然後前方這個是黑公的基地 來直接進來 你是克羅亞嗎 很高興你還活著 實際上我想要幫那些特工做些什麼 但是我失去了所有的精靈 所以我可以幫你治癒一下 OK 來那麼接著是走 我看一下啊 走這裡 我們跟其他的特工會合 那個藍色頭髮的布魯斯說 蓋倫你看起來怎麼那麼悲傷 發生什麼壞事啊 不沒什麼 我們開始工作吧 天啊這個蓋倫太可憐了 他來到我們面前詢問 蓋倫告訴我你被什麼人襲擊了 而且他好像很悲傷耶 到底發生什麼事 啊你說什麼 沒開玩笑吧 家文已經被殺了 可可惡 哎呀我有不好的預感 那些黑公他們知道我們會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就代表我們全部都處於危險之中 他們不想要讓任何人倖存 即使你從這個島上逃脫 恐怕他們也會一直尋找你 你知道他們想要做什麼對吧 嗯我覺得我知道布魯斯先生 而且如果是這樣子 是不是意味著我的爸爸也會很危險 媽媽告訴我爸爸在這個地區 雖然說我沒見過他啦 哎呀聽著先不要擔心家人 你就跟著我們 我們會確保你的安全好嗎 就跟家文所講的一樣 你是一個勇敢的女孩 承受那麼多仍然沒有失去生存的意志 我們走吧年輕的戰士 我保證你會安全的離開這個島 只要我在這裡 哦這個Blue Swing 好像也是在各種Leaflag 該不會下一個要量的就是他吧 走走走走走 走這個上方有路 走這邊 不過說起來我突然意識到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所經歷的這一切 該不會全部都是前導劇情吧 這個封面他不是設計了一個 相當粗壯的一個雞肉女嗎 可是現在我操縱的是一個小蘿莉啊 這麼離之後可能會有 可能會有他長大的情節吧 反正到時候再來看看吧 我們順著路遇到了另外一個夥伴 維爾提斯先生發生什麼事情 哎呀是你啊那些黑工 他們真的很棘手 他們重創了我和我的精靈們 看起來我沒有辦法 為我的同事們做什麼 不需要擔心我會幫助他們的 蛤你不要開玩笑了 你只不過是一個小蘿莉而已 不當然也許我不夠強 但是嘉文先生留給我的長耳兔 是我可靠的盟友 好吧 這是你的決定 祝你好運哦 OK 我們再到前方 跟這兩個人會合 布魯斯跟蓋倫好像被一道門卡住了 看來我們還是沒有辦法打開 我們正在嘗試這一扇門 我們需要鑰匙 但是到時候找不到 你注意到後方的那些房間了嗎 我猜鑰匙就在那裡面 請你幫我們找找 好的我馬上過去 謝謝你拉克羅亞 為了防止你找不到鑰匙 我們會繼續在這裡嘗試 我們就一個房間一個房間的找 CAMONCAMON 我也是鑰匙 這裡有一張照片 是一對年輕夫婦的照片 這個女人是黑工的指揮官 那那個男的他是誰啊 這個地方放一個照片還挺酷的 都不在這裡 隔壁的話 我每個都對話 我就不幸找不到 有一個筆記本 項目名稱Mega Power I 超進化能量1 狀態廢棄 這個項目缺少什麼什麼的 測試對象的誕生 這個將被用於Mega Power II的項目 什麼跟什麼 這個組織還在搞一些什麼 超進化的研究 那這個呢 有某個人寫的日記 1月5號 媽媽在我身上做實驗 她強迫我穿上盔甲 她說這樣子 我會成為一個完美的武器 然後1月22號 我想脫掉盔甲 但是我失敗了 我被鎖在盔甲裡面 2月4號 我嘗試逃跑 但是媽媽的手下抓住了我 她很生氣 說要懲罰我 緊接著很久以後的4月13 媽媽把什麼東西放到我的腦袋裡面 如果我不按照她的意思去做 我腦袋裡的東西 就會電擊我 好可憐喔 然後5月2號 我嘗試著自殺 但是盔甲讓我無法傷到自己 看起來我只能永遠成為媽媽的玩偶 5月15 我聽說媽媽還有一個小孩 但是爸爸帶著那個孩子離開了她 我是在那之後出生的 我很想知道 如果沒有那件事情會發生什麼 隨後6月2號 我已經沒有理由再寫這個日記了 我的生活不會變好 我已經失去了生存的意義 好可憐喔 這日記是誰寫的 這到處都有在買梗的感覺 好宏大的一個劇情量 不錯不錯 這個整體遊玩起來 這估計是要做蠻長的吧 這裡有一個筆記本 人類融合實驗 組織人類和精靈的DNA 可能會為我們創造出有人類強壯身體 和精靈強大力量的戰士 他們仍然是精靈可以完成訓練室的工作 第一個精靈戰士叫做NK博士的人所創造的 他把他女兒的DNA和一隻精靈組合 產生了一個戰士叫伊萊札 抓到他之後 我們對他做了一些研究 我們如何創造更多精靈戰士 我們想讓他為我們工作 因為我知道他非常有用啊 我們給了他一個無法拒絕的條件 現在他是我們的一員 我們確定這個年輕的精靈戰士長大之後 一定會成為一個無形的殺手 就在此時終於發現了鑰匙 現在可以打開那扇門了 天啊 不過這邊這個筆記 這個用人類和精靈的DNA融合出來的戰士 該不會在這個版本裡面真的有吧 話說這兩種物種真的要融合的話也很簡單啊 你只需要把一個男的跟一隻砂奈 躲丟到一個房間裡面就好了嗎 我又邪惡了一下 走走走走 我們拿著鑰匙回來 Hey guys 我已經找到了 現在把門打開 我們接著走 那麼在去基地的最深處之前 布魯斯說 不好意思啊 讓你陷入了危機之中 哎呀 這不是你的錯 如果不是你們找到我 給了我一隻精靈 我現在已經被殺了 佳文先生為了保護我 甚至失去了性命 所以布魯斯先生 請您答應我一些事情 你儘管說啊 克羅雅 請你一定要平安無事啊 我不想要再因為有人 因為我而死去了 啊這就是你想說的嗎 哈哈 你不用擔心啊 在你安全為止之前 我會一直和你在一起 啊我安全為止 布魯斯先生 我可以讓你答應我一件事情嗎 在我們離開這個地方之後 請幫我找到我的爸爸 然後跟他說我已經死了 What 為什麼 Why 你恨你爸爸嗎 因為他沒救你媽媽 所以你恨他 是不是這樣子 啊不 我不恨他 我媽的遭遇不是爸的錯 我只是想要讓他以為我已經死了 這樣他就不會有危險 我很清楚那些黑工在找到我之前 是絕對不會停下手 如果和爸爸待在一起 他就會very dangerous 可是克羅雅 你不覺得你這樣子 爸爸也會很傷心嗎 如果你沒有一個家 你會失去很多的 這麼做真的值得嗎 如果可以保證爸爸的安全 那麼是的 非常值得 OK 或許家文是對的 你果然是一個天生的戰士 你的血管有你母親的血 那麼克羅雅 我保證你父親會很安全的 Let's go 我們要找到離開這裡的道路 走到最下方 還有人啊 我們盛者路差不多可以走到底了 這邊上樓 這兩個特工在跟黑工對幹 然後前方那個是最後的房間 就這個位置 你一個小女孩 你是來祈求寬恕的嗎 如果是的話 我告訴你 我不會殺了你 我剛好可以利用你做些實驗 你看啊 旁邊這個就是我的孩子 我將我的孩子 變成了一個完美的兵器 我會對你做同樣的事情 你準備好了嗎 哼 你錯了 我是來打倒你的 看看你的孩子 你真的覺得你的孩子 會喜歡你所做的事情 你是一個怪物 是你 我媽媽 還有家文先生 那麼會被殺 都是因為你的錯 我現在是來報仇的 報仇 哈哈 不要逗我笑了 沒關係 倒不如我就用你來測試一下我的孩子 也不是一個壞主意 好的 親愛的 是時候給我展現一下 這個盔甲能不能夠控制 Type 4 我要你釋放他 是的媽媽 我還以為他盔甲本身就是拿來戰鬥的 原來是作為機器 在操縱另外一隻神獸是不是 What the fuck is this 嘿嘿 這個Type 4是我的間諜 從一個叫以太基金會的組織偷的 他們以為那個項目失敗 並且廢棄 但我可不傻 我會充分的利用他 我知道如何改善通過你和他的戰鬥 但你輸了之後 我也會改善一下你的 我絕對不會輸 想成英雄嗎 那麼我維普拉姆 黑公門的指揮官 現在就讓你知道這個世界上是不存在英雄的 幹掉他吧 我的孩子 是的媽媽 然後就果斷進入對戰 天啊 這個設計造型有點略噁心啊 這是一個盔甲加觸手的play 而對方派出來的是一隻銀半戰獸 Oh My God 那你好強再劈一次 不行 幹 我居然輸掉了 然後直接直接重啟喔 幹不是吧 來果斷圖取存檔 這個地方得稍微思考一下戰略啦 我第一次hold不住他的攻擊嗎 剛剛我發了一個招式降低他的防禦率 那麼這裡再用空手劈 應該可以 希望是可以兩下搞定喔 那你你還吃傷藥 拜託這一次 Good 喔有點運氣的成分在 不管怎麼樣我們成功打倒 然後那個盔甲人就直接倒地了 啊媽媽 我不能控制他了呀 餓啊 他努力的踩他的地板 結果冒出了一個坑 我就直接掉進洞裡這個瘋狂的怪物 想要破壞這整個建築物嗎 啊 然後直接逃走 其實布魯斯也趕了過來 你已經被逮捕了 欸 奇怪 克羅亞呢 克羅亞跑去哪裡了 你對他做的神嗎 呵呵 特工先生嗎 我什麼都沒做喔 那個小公主啊 只不過是掉進了地板上的洞而已 那你發生什麼事情 哎呦 我幹嘛跟你解釋啊 你這個瘋女人你已經被逮捕了 喔 是這樣子嗎 只是剛剛前面那個殺手黑衣人突然閃現 不好意思啊 我來晚了 有一個特工傷了我 就在我想要殺他的時候 呵呵呵 沒關係他已經死了 好了好了 無所謂 趕快帶我離開這裡 什麼 你以為我讓你走嗎 黑衣人則默默地表示 我已經派黑公去尋找那個小女孩了 我可不確定他這次能不能活下來喔 我們的暗殺者 會輕鬆地找到他 並且直接幹掉他 好了 做出選擇吧 你這個特工 你不是說你想要保護他嗎 可惡 我到底要逮捕你們 還是要去救小女孩呢 布魯斯點點點點點點 來果斷選擇救小蘿利 哼 幹嘛告訴他那個女孩可能還活著啊 布不用擔心他已經死了 你怎麼知道 尋找他的黑公告訴我 他沉入海裡了 而且沒有人再見到他 那麼那些特工又要怎麼辦呢 已經太遲了 現在什麼都做不了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離開這裡 所以我拜給他們啊 對不起啊 指揮官 媽咪咖先逃離這裡吧 那麼你的孩子要怎麼辦呢 他受了重傷 恐怕沒有辦法跟我一起離開 除非他卸下這個沉重的盔甲 哼 想要卸下盔甲 如果這麼做的話 我的孩子就不會再聽我的話了 我幹嘛留著一個不聽我話的沒用孩子呢 就讓這個廢物死在這個項目裡面吧 不需要了 嗯 我知道了 他們就直接走 天啊 好可憐 然後倒在地上那個盔甲人在那邊哭泣 媽媽拋棄了我 哈哈 太好了 我終於自由了 我這下終於自由了 雖然我馬上就要死了 唉 畫面一黑 在朦朧的意識中聽到了 有人在靠近 是誰 哦 是蓋倫耶 發現了一個幸存者 你還好嗎 我沒事 你是特工嗎 對不對 是啊 別擔心孩子 你現在安全囉 謝謝先生 我可以和你在一起嗎 永遠在一起 可以啊 難道你沒有家人嗎 是的 我一個家人都沒有了 求求你了先生 讓我和你在一起吧 嗯 看來我沒有理由說不呢 你叫什麼名字 孩子 畫面一個白光看 這名字倒是講一下嘛 而此時畫面又有一個切換 不是說掉到海裡的嗎 啊 我還活著 我在哪裡 我是誰 沒時間思考了 要馬上找到路離開 哦 前方這個位置 我看到了剛剛的銀半戰獸 你過來我來幫你 我有點藥水 啊 不行 他完全失去理智了 我還能做什麼呢 對了 對了 剛剛前面有一個科學家 給我們一個限制頭盔 這個一定有幫助 果斷戴上頭盔之後 他就變成了另外一種形態 怎麼樣有沒有感覺好一點 嗯 看起來很高興哦 那個科學家跟我說什麼 叫你Type No 這個名字好傻 你喜歡啊 走我們一起離開吧 你不想再被那些人抓住了對不對 嗯 很好 我們走 加入了隊伍 我們又得到了一個新的夥伴 屬性空 現在應該怎麼辦呢 先想辦法走出這個洞穴 有了 下方找到了一個出口 這次後方有個迷之聲 你哪裡都別去 小東西 Jana怎麼又是黑工 還一次來三個裙批 看到你還活著挺吃驚的嘛 但是沒關係 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完成工作 哼 你覺得你們能抓到我嗎 可惡他跑掉了 哼 傻瓜 他根本不曉得他去的是什麼地方 我們走吧 這下子他跑不掉了 哇哩哩 這這這這這裡 這裡是死路啊 我沒有辦法離開 除非我會游泳 而後方那三個人 則在那邊傻笑著 嘿嘿嘿嘿 我們來囉 小壞蛋 Oh No 好了 這下子你已經退無可退了 上次你很幸運嘛 如果不是那個叫佳穩的 你早就已經被幹掉了 看看你的周圍 那些特工們都不在 而且我們包圍了你 沒有人可以救你 孩子 只是我們主角心中在OS 完了沒得選擇了 現在我們該怎麼做呢 我覺得我們要在這裡等到 肯定他已經死了 然後他們等了兩個小時 已經過了這麼久 都沒有浮起來 估計是已經掛了吧 真的嗎 拜託 根本沒有人能夠永遠待在水裡啊 也是啦 那麼目標清楚了 欸 結果是跑到了類似海底 海底洞穴的地方嗎 我又活下來了 Again Bakana 發生什麼事 布魯斯則說你終於醒來了 怎麼可能呢 我記得我跳進海裡了 哎呀不是我救了你 對了你知道嗎 那些黑公包圍營的時候啊 有一隻拉普拉斯就在那附近 阿Solga 我被一隻野怪給救了 那看來我們女主角真的是 真的是幸運加成百分之百 我們被他載到了一個海底洞窟 芝麻里現在很安全 只是又天遙地洞了一下 發生什麼事 是地震 小心啊 克羅亞啊 沒事了沒事了 我們趕緊離開 跟著我 糟糕 有一塊岩石擋住我們的去路 布魯斯先生這不太妙吧 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大丈夫 我會打碎他的 來接招吧 好好看著 呵啊 呵呵 好強的內功 Unbelievable 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徒手打碎就是猛 我不是跟你說了嘛 真的是 那麼我可以變得跟你一樣強嗎 當然可以啦 你只要經過艱苦的訓練 你就可以變強哦 太好了 布魯斯先生 你可以當我的老師 把我變得和你一樣強 那當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呵呵 所以才會演變出那個肌肉女的造型哦 媽 那麼經過了這一連串的潛島劇情 故事差不多也到這裡了吧 開始潛水 然後屏住呼吸游泳離開 隨後畫面一個閃現我們離開的島嶼 貌似是來到了一座新的城鎮 好了 克羅亞 我們已經到了 這裡是巨石鎮 這裡將是你的新家 啊 我喜歡這個小鎮 這是一個定居的好地方 哈哈 太好了 跟我來 帶你到處去看看吧 我們的房子 一旁的老人家也說了 歡迎回來啊 布魯斯先生 哦 很高興見到你 鎮長 哦 看來你有個新的跟班呢 他叫克羅亞 已經失去了家人 從現在開始他會跟我一起生活 哎呀 你又多了一個女兒啊 我怎麼會說又呢 總之賽亞欣一定會大吃一驚 當他見到克羅亞的時候啊 呵呵 我也是這麼覺得 好啦 回頭見啦布魯斯 再見了鎮長 爸爸你怎麼這麼晚回來 哎呀 讓你久等了 我的賽亞欣 我有個驚喜要給你哦 你有一個姊姊啦 天然外面直接撿了一個妹子回來 克羅亞 賽亞欣 賽亞欣 克羅亞 總之是我的女兒 我相信你們會相處的很愉快 你好啊 我們開心的互相打聲招呼 希望你們可以友好的相處囉 耶 所以她是我的姊姊了 別害羞 我們一定會成為好朋友的哦 Thank you very much 好了爸爸 我要去跟克羅亞玩了 我要去給他看我們的秘密基地 什麼什麼的 看來這個小時候的結局還是挺不錯的 然後隨後畫面一個切換 展現出了一段文字 上面寫 12年之後 如果小時候算6歲的話 12年之後 我差不多已經18歲的吧 天啊 我真的變成大人哦 好啦 那麼有關於大人這邊的劇情 我們下一期再來看看吧 天啊 他這個前導劇情真的好長好長 這才第一期而已 哇哦 如果說後續還有什麼部分 你們想看的話 我們到時候再見囉 那麼今天這期就先到這邊 感謝各位See you 拜拜 讚 讚 菜 歌 歌 歌 Emperor 歌 歌 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